再来关心瑞穗乡自来水五鹤进水厂上方的林务局玉里事业区21国有林班顶 由于是出现了面积约有10公顷地滑 那么林务局两年前委托国立交通大学来进行崩塌地的监测 那么最近台大是指出该地区的滑动数据超过每日5毫米的警戒值 而且还在持续下滑当中 那么林务局就呼吁民众非必要请勿进入到崩塌影响的范围区域内 进入山区道路旁边就有设置告示牌警示民众呼吁非必要时避免进入影响范围 以此安全 这条就是瑞穗乡自来水五鹤进水厂的上方 林务局玉里事业区21国有林班顶 由于出现面积大约有10公顷的地滑 林务局两年前委托国立交通大学进行崩塌地的检测 而最近陈大指出这个地区滑动数据超过了警戒值 而且还持续下滑当中 它的原因是整个地质条件的本来就是不良的地质条件 它是在地调所的大规模的崩塌潜事范围的一个调查结果的区域区块 目前整个滑动的图体的量大概有300万方 达到300万方 但是它的因为是地滑的滑动 它的影响范围我们也有圈化过 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在山区里面 所以并不会对社区造成立即的危险 林务局表示初步评估显示 这个地区滑动面积大约有300万立方公尺 范围内并没有住户 但是附近有姜黄园 槟榕园的农户出入 因为这个上面反而就是有我们的水源 我们自来水的那个都是上不下来 如果它这个位移的话 以后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台地吗 因为水源现在就比较缺了 像那时候我们自来水也在那个地方下来的 当然是会啦 当然是会啦 可是离我们这里是还很远啦 可是也是会担心因为整座山嘛 花点领馆处说 委托团队交大会近期的进行监控 并且在台风豪雨事件后持续追踪 崩塌地的变化 以及时做出必要的处置 也提醒民众这个区域潜在的危险以及影响 不要进入崩塌潜事区域 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高双双润水箱采访报道